介绍带您来看 比美琴代兵马俑的 汉景帝地下王国特展 明天将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登场 而这一批脸上带着神秘微笑的人俑 跟兵马俑看起来是大不相同 史博馆还特别在展场的入口 设计了一小段 模仿汉阳林的地下坑道 想要重现文物出土当时的现场感 细腻的表情加上神秘的微笑 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 这批从汉景帝林寝出土的人俑 身上穿的丝绸衣物 和木头座的手臂都早已腐化 成了相当罕见的裸体大军 其中最珍贵的 要属这座彩色的一级文物 拱手女俑 还被考古人员戏称是汉代的林志玲 因为电影赤壁里 小桥的造型就是根据这座女俑而来 同样都是2000多年前的皇陵出土文物 但汉阳林的人俑 和大家熟悉的秦代兵马俑大不相同 秦代的俑你看了以后 好像是政治上所看的鹰派 那可是当你看了这个 这个汉阳林的俑的话 有点像鸽派 鸽子派 一个是和平 一个是战争 汉阳林建造的时间 汉秦始皇林寝相差不过70年 但和充满阳刚气息的兵马俑相比 汉阳林的人俑 却只有真人大小的三分之一 而且有男有女 每个脸上还都浮现着淡淡的微笑 这批文物在1990年被发掘时 还被西方学者形容城市东方的维纳斯 不过事实上 目前挖掘出来的文物 相对于整体而言 只不是冰山一角 已经出土文物有十万余建 五地茂林到景地阳林 直线距离近50公里 加上它的灵异 加上它的各类永恒理智建筑 下来人二次秦台楼阁 西风残兆汉家灵雀 应有建议 确实是一座巨大的地牙宝库 伴随出土的 还有各种造型的动物泳 都是汉景地生前吃的食物 里头除了猪羊鸡之外 还有不少的狗 显示汉潮 吃狗肉的风气相当盛行 2000年 石博馆推出了兵马泳展 曾经创下105万人次的参观记录 这次又推出汉代采泳 管方期待再度掀起一股 考古文物的热潮 记者苏妖许正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